цен來的全國投資朋友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億萬大贏家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黃世民 為你做現場 今天在美國股市的 四大指數都反彈 台股开了一个转折二高盘 这叫转折二高盘 但是它这里做一个三字形 头肩顶 就引来沙盘 向下沙盘起量 沙到盘下以后再拉抬 现在涨了71点 最低跌破15978 跌破16000点 跌破昨天的第一点 那为什么有办法涨上来 很简单 昨天跌那么多 你再杀下去 AI也杀不下去了 所以外资基本上 它的做法是这样 打不下去再往上拉 要打再打 就这样子 它现在在昨天晚上 它回补了2372口 还有12925口在手上 所以你今天开上来 它一定打你 这个期货它一定打你 所以期货基本上今天开盘 到6100以上就是空了 先空再多了 先空再多 但是这个多单要很谨慎 因为现在期视向下 包括外资也直系地做卖超 昨天转上 昨天卖了169亿 那么融资昨天 我们看一下这个K线图 我们看一下 K线图在昨天我有讲过 这个融资要减 结果昨天真的有减 减了27亿 将近28亿 它还不够 早有一天结了60亿到80亿 那这个底部就到了 这个底部就到了 这个叫做融资頤儿看出来 这个盘要上去很简单 融资頤儿要减 外资要由空翻多 这是两个重点 等一下我再告诉你 另外一个重点 那么因为有一个惯性 你看这一波下来 叠一支长黑两支反弹 又一支长黑两支反弹 又一支长黑两支反弹 又一支长黑 是不是明天又要备受考验 对不对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全部压制在五日线之下 你看今天攻到五日线 现在五日线目前是16084 16084所以它就攻不上去了 攻不上去了 对不对 这很简单的道理 它就攻不上去了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在操作上 你就不要去追高 这种盘不能追高 今天是11月的开始 我也是希望说股市能够 不像昨天那样的沙盘 昨天那样的沙盘 真的是第一个对大家 也心理上也不好受 我也知道 可是目前面临的是很现实的问题 11月份FED应该是不会生息 它12月份以后还会生息 那么台股的法收会 这个库存到健康水准 为定当人建度团是有限 S&P第三季获利又一期 这个是好的 但是偏空的是直立力还是高涨 那么地缘政治就是中东的情势 对于物价的原物料上涨 不利通货膨胀的降温 美国科技展望普遍不如意气 这个月的11月将要再度的 面临关门的危机 那么如果如此 这个信盘可能会调降 那么在11月22号会公布 财报就是回答 明天会公布苹果的财报 我们看这个盘要上去 我跟你讲过 外资一定要换多了 外资三个月内 净汇出3180亿美元 等于汇了差不多100亿美元出去了 100亿美元出去了 所以整体还是偏空 你看台币为什么会贬值 在这个情况就知道 外资一路的净汇出 那么直立力压点 第四季忘记不忘的原因在这里 就直立力 因为直立力会打击到科技类股 直立力都在5 甚至于将来还有人预估到6 那完蛋了 对整个景气的发展表示 通货膨胀的余力挥之不去 那么政治的干扰 美国股市的关门 这些 这边都是偏空的现象比较多 但是大家也不用那么紧张 台股在这边落底的 还是有条件说 我曾经讲过 以量止跌 以价止跌 以量止跌就是说 你量缩到1750亿左右 这是一个方法 以价起 以价就是跳空下来 这里所以跳空不干脆 像这个跳空很干脆 跳空下来 哇就去啦 跳空下来都没有跳空 所以这明天假如说 假如美国股市大跌一下 跳空下来 这个差不多啊 因为怎么讲 因为这里是年线 年线大概在目前是 这里设计的是16161 这个一个重点 现在这个季线还是向下弯 现在跟半年线相交 这个是空头的现象 你看季线16563 对不对 季线16563 半年线就在这边相交了 这个是空头的现象 相交的时候都会缓弹一下 然后明天再看一下 是不是脱离这个惯性 跌一天两天缓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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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惯性是不是能够改 就要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道琼老早之后跌破的年线 现在做反弹 这反弹的幅度蛮大的 511点再加上昨天的126点 NASDA也在做反弹 但是NASDA比较好 它在年线之上 很类似我们台股 但是会办就到年线了 会办到年线了 大家要注意 你看美国龙头股都跌 尤其跌对的都是特斯拉 再来就是辉达 再来就是苹果 苹果概念股反而不跌 所以苹果概念股 我就跟上一次我跟你讲 我买苹果概念股 躲过很多的这个危险 那特斯拉 特斯拉是跌破的年线 这是最差的 大家要注意特斯拉还是在跌 苹果还OK在年线之上 那么英伟达 英伟达就不是英伟达 英伟达就是非达 这个还好还在半年线那边打混 这个是苹果 苹果本来是多头 结果一打就完蛋了 苹果还好 苹果在半年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你要看美国股市来做台股 这个比较稳健一点 你不能说不看美国股市 所以这里现在问题就是来了 台股选手万六 就是万六就是靠投信公雇 航雇政府基金 受险业的尾盘力挺 收了160001 这个不是好现象 让它自由落敌 它就会涨 不要用人为的因素 人为的因素变成缓跌 不快 不快就是会折磨投资人 真的会折磨投资人 所以大家务必要注意 会折磨投资人 我们这里在操作上 还是报现金多一点 股票报少一点 我跟大家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我是报的现金等买股票 一般投资人我手知道了 都是怎么样 都是报的股票等反弹 等解套 80%以上 都是报的股票等解套 我手知道了 因为这个月初的时候 2382 月初的时候 此月初的时候 大家 那时候在9月份的时候 9月底 9月底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反弹 大家强 强 这个还OK 这个疑问还在 全部去参加 买AI的 所以在10月10号以前 买AI的人很爽 你看又涨到相对的高点 这个会突破 所以在那个时候都参加了 这个AI的这个族群叫同温层 结果果不知道说忽然之间打这个 让你这个叫好像前级 打到鼻子一样你就昏倒了 来不及来不及蹉跎 所以这个月上个月的时候 有很多奇怪的现象出现 讲AI的人竟然业绩最好 就是这个原因 我不讲AI的人 我是很稳健 我说老实话 该买我会动手 我抱着现金等买股票 买股要买墙 要买领头羊 现在这里破底 我在上个礼拜就跟你讲 26号就跟你讲 这些条件 这个一定刷过来 我是不好意思跟你说 说这一定刷过来 对不对 我反弹回回声 对不对 七四中空 高卖底在买 有时候我们也讲高 高卖低接 我说底在买 对里都可以 对不知道 不要摸底 昨天还破了16000点 这个16000点 大家也不要看太随它 我认为说 到时候有一个人会出来 叫做国安基金 他会注意 以巴战争 乌尔战争还在 对不对 台股也没有理由跌破 跌破的年线 一般往往都是 他要出动的 剩下险前 爬不到90天 还有外面党 我不会相信 一定会动 这个就是一个信号 就是落底的信号 那我们再回头来讲 将来比较有希望的是台积电 我不会去叫你买台积电 畅旺2024年 健康的这个情况 现在就是大家恐慌 我们要开始贪婪了 前波段善变 大家都很喜欢抢 我这一张都留着给你看 我8月份到9月份的时候 我都卖很多股票 都卖到相对的高点 技嘉卖358 广达280 尾创卖130 建顶卖200 你回头来看 很多股票都已经不会再来了 尤其是银帮卖577 反贪我就讨 但因为现在目前各个股票时空位阶不同 你不能说做空全部都空 这个会比较走空 因为Invidian牵涉到晶片的外出 受到这个禁止 像我看好的Coffice 我在这边都出 晶元店2449 我如果没出 我一定会回完 我79到80块买的 我在这边第一出一半 在这边再出一半 我假如没有出 我现在堕了了 看你会用 罵不死了 你老师的 你国庙把我探级 抛给你了解 你会不会被骂 一定被骂 我卖出我都公开的讲了 这是10月20号的时候 我就那时候就开始在减码了 我就开始在减码了 因为我看那个情况不太对 我的经验很丰富 你看我上个月我都在讲什么股票 我都在讲这些股票 文业3036 我都在讲这些股票 3036 今天再创新高你不要抢 对不对 创新高都会拉回 创新高会拉回 阻力还没有跑 对不对 你把录影带拿出来 我是不是想讲这个 9月25号开始 我讲一个月 3036讲一个月 94块买的 对不对 讲一个多月 买了做涨停板 讲一个多月 所以我们股票是不会随便乱买的 那11月份还有一个 拜席会 这个白宫正史11月旧金山登场 这个应该是好事 应该算是好事 好事的话 好事就是多谋嘛 对不对 也对股票来讲 股票市场来讲也是一个好事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昨天苹果有这个 迈古的这个鸡海战术 苹果的链大 结果昨天这个我卖过的那个买到 买那个3008 反弹 你不要去追 我在这边又已经卖掉了 我说2000块都安全 你2000块买安全 你去追就不安全了 这个股票就是这样子 今年对它来讲好像不太很好 但是苹果昨天发表的这个N3系列的晶片 全部委托台积电去做 台积电的先进制程订单 这些东西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会跑到哪里 ASIC里面的创意很多人就提出来了 都是叫买进U1大盘 这个所有外资 大概都全部看好这一档股票 包括国内的这个 因为它现在 它受限于这两个跳空接口 它跑到还没有完全 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这里相对的是底部 它现在还在这个范围以内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3443 这个就相对比较安全 它在半年线 你看它半年线上去 半年线上去 半年线这个相对安全 所以这种股票我就会出手 我会出手去小买 因为一张要比较百五万 这不是一般投资人 又可以买得起 因为一般投资人 都是大概都500万以内 好一点起1000万以内 1000万以内你要买一张 145万都会考虑 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高阶的 总统会员 或者是部分的资金 比较多的清贷会员在买 今天在这个地方买 1450附近 1450就是打下来的时候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不是这张拿错了 不是这一张 1450就是打下来的时候 那个地方来买 打下来 就是9.55万附近那个时候 地方来买 它不管怎么样 我看了结果 这个比较安全 我买股票是以安全为主 安全为主 你第一个要考虑到安全 第二个考虑要攻击 我跟你讲 依我的看法 大家做成功了 不算了 创意的明年就是2024年 我认为会比价四星KY 它比较 比较有对 台积电在做扩刷 不管景气的好坏 至少台积电会挺到底 所以我看好创意也是这个原因 就像我看好连华科一样 这个原因 我认为说你现在这个价位来讲 有空间 3661没有空间 这个万一假如刷起来的话 这个叫做左肩 头部过来坐右肩 这个不是开玩笑 是不是 它融资与合也慢慢在增加 那我的看法是给大家参考 你如果不怕死的好坏 给我来 这才会大贪心 我说实在 你本来做国票 在不怕死 所以人家恐慌的时候 我们贪婪 不怕死的给我来 我听准设得很好 你放心 不行就是撤退 你要有忍受撤退的心态 不然说老师我身份在这 我没有 有我的身份我没法买 你知道空头市场 你的成本在9000点的时候 它跌到3995 你说你成本多少 不死才怪 对不对 股票不要乱买 这个股票不要乱买 有时候股票 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像这个年花科拉回 昨天不是拉回的吗 你就可以注意254 这也没关系 它什么多头牌 它连五六线都没有跌破 兄弟 这种难能可贵 这个时候大半已经要破年线了 它还在那里 你看我AI镜头脑脑脑脑脑就 8月29号700一直叫买进了 对不对 所以现阶段的操作真的是要用一点功夫 用一点脑筋 用一点脑筋 我买的股票汉塘 你看我228买的 2404 这10年还在创新高呢 看看一下 为什么 你老师你那六三股票 大半下去要1000点 你也没了解 为什么 本力比偏低嘛 你看 这根股票是大成长的 丁股票成长86%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他12块6个月 他第三季 赚得更多了 第四季那不用讲 二五好一胸 现在240块 本力比10倍 所以我现在跟你讲的时候 到11月15号半年报公布 第三季不是半年报 第三季公布你要特别注意 今天有一党股票公布了 49.15 这我这党股票 这支股票你看看 今天有一个公布 说这样 有判的吗 判人某一堆 昨天划说会 公布第三季赚1点多 他还是赚4块也不差 跌这样子 他认为第四季他保守 就下去了 这判人某一堆 你不要以为法人买就没事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股票的邪问 我昨天还讲 你现在要买股票 你要考虑到第三季公布的危险 跟10号以前公布的业绩衰退 我昨天还在讲 今天就马上有一支股票 马上啪跳水 这都跳水 你这几个月买的全部挂 好啊 好股票啊 都这样子啦 所以你看买股票多困难啊 不容易啊 赚钱不容易啊 你要珍惜你的股票 你就急啦 要秀好 过好 你知道吗 磨掉 人家欲买去买股票 要怎么用挂的 挂股材用挂的 大家说一句 要去用挂的 我说要税理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儿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0223946168 239461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东乾坤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大盘还是中工科技 大家不要抱有太多的现金 参与游戏 这是金钱游戏 我常常在想 很多投资人喜欢看什么 涨停版那个节目 他做的 我告诉你 他们都涨停版 那十几条 挖五十月里的 我看很多这个FB也是在这样讲 很正常 这叫内行能看门道 外行能看热闹 你不要去喜欢看热闹 做一个喜欢看热闹 这永远是输家 我们都是针对科技类股 来跟大家说明 今天涨得光光干嘛 我们跟大陆怎么样 你也知道 什么光光干嘛 那都跌生反弹而已 欢迎你加入我们 赖A小老鼠YES168 一个讲真话的老师 才是你要看的节目 而不是每天讲的 仗停版表演给你看那种 五三小路用 讲一个坏铁的 在我心目中那种事 不是你们要看的节目 不是你们要的老师 第一个老师要有道德观念 要顾人的钱 这在笑着老师 即便你要卖股票 相对的高点卖给人家 这才叫做高手 没什么都高手 对不对 不是在边边条面 仗停版拿给你看 打给你看 每天都追仗停版 涨八九%的 还在涨上一抢 仗停版隔天啪 跌下来 套牢啦 现在每个股票时工位阶都不同 买股要买强要买领头羊 是在买来等它涨停版 哪一个股票会领先上涨 领先创新高 领先处底 领先反弹 这是我们追求的 从今天开始要追求的目标 跟一个有实战经验的人 布局才有潜力的股票 我都给你验证 我买的这上个月买的股票 都现在有的还在创新高 是不是 公益三级是必先立即去 我们AI金头老 给我很多的宝贵的看法跟意见 因为我看懂了 因为我是自己设计 我了解里面的内涵 可以七级避凶 可以稳朝圣见 就是这个好处 增加了我一个 如虎添力的一个工具 第四季 感恩回归 年终岁末 欢乐大欢送 参加 我都会给你想到 你们有套劳的 我都会给你延长会期 解决你的套劳问题 会期可以优待 大欢送 欢乐大欢送 我们报的现金 等买股票 谢谢各位 好待会助你来 黄世民让你扣 我没在套劳的 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 赚大钱 谢谢各位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独立则优优独立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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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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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